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譬如以财寄人 内不见己 外不见人 中不见俗世之物 是为三伦体空 是为一心亲近 则斗数可重 乌鸦之福 一文可以消千戒之罪 唐此心未旺 虽黄金万亿 夫不满也 辞又亦说也 这个半满呢 说到这一段文 这才算是究竟 但是这一段事情 不是凡夫能做得到的 那么由此可知 我们讲半 讲满 半满呢 还是有等级的 不能够一概而论 如果用磁地这个标准 前面所说的满呢 都是半 都不是真正的阅满 到三伦体空 才是真正的阅满 三伦体空 谁能做到呢 法身菩萨才能做到 不但六道众生做不到 四圣法界里面 声闻 连觉 菩萨也做不到 为什么呢 人不能无心的 换一句话说 他有妄想分别之处 这个标准就不适用 什么时候把妄想分别执着断尽了 那就是这个标准 所以这个标准是法身菩萨的标准 我们要知道 知道了有好处 什么好处呢 行善 不会自以为满足 有这个好处 无论极多大的功德 自己心里面 总是以为还不够多 还是很少 这就好啊 不会自以为满足啊 你才肯认真 努力 发愤的 去修圣 这个道理 你明白了 才知道 祝福菩萨 他们的 善行 捏捏圆满 无论他修的善思 是大是小 无疑不圆满 为什么呢 因为他没有忘心 他用的是真心 用的是本性 真心 真心 本性 是圆满的 所以 用真心 本性 行事 无疑 而不圆满 道理 在此地啊 这就是 我们为什么 要修福 为什么 要发愿 作福 我们现在 把这个文呢 简单 解释一下 为善 心 不足善 没有分别 没有支柱 在随所成就 皆得圆满 都是圆满 都是满善 如果心 着于善 所以 终身 勤力 之于 半善 而已 你要是 作相 修善 就是 一身 勤奋 迷力 集修 还是 半善 而已 什么原因 你的善心 里有夹杂 这个 心里头 有职责 就是 夹杂 夹杂 者 不善 所以 你的善功 不纯 值得 个 半善 而已 下面 与 与财 既然 修 财 布 食 应当要 内意不见己 我 我 我修 财 布 食 得好 不 职责 有我 我 能 食 我 用多少财物 来布食 他 职责 有个 我在 这个心 就不真 不纯了 外 不见人 我 不食的 那个人 也不要 是 放在心上 我 能 不食 他 接受 我不食 你永远 不会忘记 这个就是 你的妄想 分别 职责 把你 纯善的心 破坏 环药 终不见 所失之物 你 不食 多少 钱 财 不要 去计较 常常 行不食 常常 有 我不食 某个人 接受 我不食 我不食了 多少财物 这样的 心 行不食 不食 一辈子 还是个 本人 应该 怎样才是 满上 新加坡 有个 许哲 居士 现在 很多人 都知道他 我们去 访问他 做成 录像的 光碟 现在 随着 我们 一般 光碟 流通到 全世界 他今年 一百零二岁了 一生 修 布施 他的 布施 是 满上 他 布施的 财物 不多 天天干 没有 一天 休息 他的 满上 的 果报 大家 看见 非常 羡慕 一百零二岁 身体健康 一点毛病都没有 我仔细观察 他就掉一个牙齿 他的体能的状况 跟三四十岁的人一样 所以他常说 我们要长寿 我们不要老 我们不要病 他一生 没有生过病 活到 一百零二岁 精神饱满 天天 喂一些 老人 病人 佛物 那个佛物 就是布施 外财布施 内财布施 他真的做到 三轮提空 他不知道 有自己 他也不会 把别人 布施那个人 受他恩惠的人 放在心上 他没有 他心地空空洞洞 干干净净 也没有想到 我今天做多少 多少事情 做了多少好事 没有这个念头 他真正做到 三轮提空 所以他的果报殊胜 没有人能跟他相比 心地真诚 亲近慈悲 就像谭经上所说的 本来无一无 活出热尘埃 我在新加坡 这个三年 我举出许哲局 就是做例子 现身说法 你们相信不相信 你们是不是很羡慕 羡慕要学 我们学 我们学 要学得干净 有很多人 不明这个道理 不明四里真相 不敢学 认为什么呢 我都布施掉了 学了 明天我怎么办 谁肯不是我呢 所以 他念念不忘我 他就不敢真的放下 放下是放下 放下一半 那一半是永远没有办法放下 因此 他修的善 只有半善 不能达到半善 他的果报 只能得到一半 不能达到圆满 这个四 不能不认真去想想 如果你对这个道理了解不够透彻 你行善不彻底 要想需求圆满的果报 那是不可能的事情 佛在一切经论里头 常常开导我们 一个人 一个人 一身的财富 从哪来的 你的财富是果报 果必有因 财富的因是什么呢 财不失 越失 越失越多 不会说 我不失 我把这个财不失出去之后 后面没有收获的 这个不可能 你不失是重阴 重瓜得瓜 重豆得豆 你重的多 你一定收获得多 这是一定的道理 所以 欲失肯失财的人 这个人越发财 他的财源滚滚不断而来 但是 你的心要真 我不是为 祈求发财 才想不失 我要是求发财 而行不失 这因地不争 会不会发财呢 会发 不多 比你不失出去的时候 多一点点 为什么呢 加一点利息 如果没有 为发财 念头 而才是 那个财就不得了 财就太多 太多了 这个财来了 你一定拿这个财 不是自己享受 你一定拿这个财 去救济一切苦难的众生 你这个功德 果报越来越实胜 殊胜 你的果报绝不在人间 人间没有这么大佛 果报在天上 果报在华藏世界 果报在极乐世界 所以你要懂得 你要会做 发布施 得聪明智慧 无微布施 得健康长寿 财富 聪明 健康长寿 都是果报 你要不懂得修阴 阴要不纯 阴要不正 你怎么能得到这些果报 我们在许许多多同修当中 这些话 我们不能够勉强劝人 勉强劝人 人家还以为我有歧途 我劝他财布施 这个法师贪财 你看看他动脑筋 想要我的钱 不能说 只有在讲经说法的时候 多说一些 让他听到自己觉悟 我不要人的钱 我如果说是 用心机 把你的钱骗来了 没错 你是修了布施 你会得福 我可要遭难了 我欺骗人 造作罪孽 我要堕落了 我怎么会干这种事情 我劝劝你 我比你做得干净 所以 我的的果报比你圆满 财圆满 这个圆满不是说 我有很多的财富 不是 我每天生活不缺乏了 这就是圆满 你有万亿财产 你每一天 也是日中三食 日食三餐 夜眠六尺 也不过如此而已 我一分钱没有 我每一天三餐不缺 我每一天晚上睡得很好 跟你没有什么差别吗 要懂得这个道理 这个福就是满 身体健康长寿 没有病苦 没有烦恼 没有忧虑 没有牵挂 这是真正的满腹 我这个 借促佛法 修学佛法 今年整整五十年了 这五十年当中 我得到老师的教诲 让我破迷其限 借着一教奉献 当初初解除的时候 老师告诉我 修学佛法 是人生最高的享受 我真的得到了 老师没有欺骗我 我非常感激 我这一生 如果没有遇到这个法门 我自己知道 这一生会过得非常痛苦 也活不到今天 寿命不必去计较 长与短 是一样的事情 苦乐的差别太大了 死后 那一个国报 那就难以想象 所以遇到佛法 带给我这一生的幸福 美满 带给我来世的 我相信 决定 决定超过这一生 十多倍的福分 这个道理要懂 事实真相 要了解 三轮提空的 重要 做再多的善事 都不要放在心上 别人 别人偶尔提起 心里想想是有这么会 事情 没有人提起 忘得干干净净 这就对了 他这个基本的道理 就是夜心清静 我们修净途宗 净途主要修学的 就是这一句 彌桃经上讲的 夜心不乱 这是静宗学人 修学主要的目标 夜心是真心 夜心里面没有界限 所以是等于虚空变法界 那你的丝毫至善 跟你的心量一样大 所以斗树刻种 乌鸦之福 夜斗米不多 夜斗米的布施 种无量无边的佛报 为什么呢 你是夜心清静布施 你是不着相的布施 这个佛报就这么大了 人能够到布着相 就是菩萨了 就不是凡人了 金刚经上说的 无我相 无人相 无众生相 无受者相 这个人是菩萨 如果这个人着相 经上讲的 有母相 有人相 有众生相 有受者相 极非以菩萨 所以菩萨与非菩萨的差别 金刚经这个标准太好了 你心里还有我 还有人 还有是非 你是凡夫 你不是菩萨 你心里头没有我了 也没有人了 也没有众生 也没有受者 受者是时间的观念 就是过去 现在未来 通通通都没有了 这种分别执者都没有了 这个人是菩萨 这个人呢 一斗米的布施 佛报是无量无边 一文前的布施 可以消千戒之罪 所以我们要努力 提高自己的境界 境界越高 修复越容易 要想提高境界 必须从断卧下手 卧要断得干净 一般人是在这用功夫 但是依旧是不干不净 他是断了 断得不干净 因此 果报不殊胜 血质断得干净 所以果报殊胜 果报约满 幕后这几句话说 唐此行为妄 就是没有妄 也没有妄 妄 也没有忘掉你做的这些好事 虽然黄金万亿 这是讲你不是钱财之多 佛不满也 你是半福 你不是满福 此又也说也 对于是半根满 我们要知道修圆满的佛宝 接下来的佛宝 什么是大 什么是大的佛 什么是小佛 习 为中大为管之 华为中达 好像是宋朝时代的佛宝 这个故事 在中国古人著作里头引用的很多 由此可知 他确确实实是事实 他不是一个虚构的 管职 是在韩宁院认职 大概职位也不是太高 被摄之名寺 这一句话是说 他被小鬼 带到 这个阴曹地府里面去了 主者命令 臣善恶二路 这是被鬼抓去了 主者是阎洛王 阎洛王 这个利益一定是判官 教这个判官 把为中达的善恶不足 你作物作善 这个阴间都有记录 等于说 都有档案在 把他的档案调出来看看 笔致 拿来了 则悟路迎庭 其善路易住 为中达一生造的窝 这个窝的档案 排满了 一地 都是造窝的 那么善恶的呢 善恶的只有一卷 太少了 井入柱而已 这个 一柱就像 我们吃饭的筷子 那么样的细 卷成一卷 阎洛王看到这个样子 好 拿衬来 衬一衬 素衬衬直 在吟听着凡清 而如注着凡重 这一衬直下来 那个 摆满一房间 那个作物的步子 凡是清 他这一卷行善的 很少很少 就像一张纸卷起来的一样 凡尔中 中达月 魏中达月说了 某年未四十 他不到四十岁 我怎么会有这么多的过温呢 我怎么会有这么多的过温呢 七个卷念 这个阴间就已经把这个山卧布子里的那个卧的本子上就记上一笔了 不等待你犯了 你要是犯了大卧 你念头才一动了 小卧 大小卧的时候 这个本子的时候 白满一地 所以才有这么多 其心动念 不能不谨慎 那他就就问了 他说 那一山的那一卷里头 那是什么东西呢 你记载的是什么呢 一言乐王就讲了 朝廷 常心大功 朝廷想做一个大的功臣 修三山十桥 这是在福州城里面 修一座 这个有三座山 这个 注节里头有 九仙山 明山 月王山 所以称为三山 在三山镇里 要修一个石桥 君上述建制 此述高也 他说 你曾经上述建议给皇帝 不要新这个功臣 老名上财 因为这个功臣 不是必要的 不是必须要修的 可以也不必的 中达就说了 某虽然 朝廷不从 于四无补 而能有如是之列 他说 我是有这么一个建议 但是朝廷并没有建议 三山石桥 还是照做 我这一篇奏稿 会有这么大的力量吗 耶路王告诉他 朝廷虽然不从 君之一念 已在外面 像是天从 善利更大一 这个地方 我们要多想想 因为他这一念 不是为自己 是为一切人民 政府要做这个功臣 这个钱 是老百姓那的税 是多少人民 辛辛苦苦的血汗钱 朝廷在可以不用的时候 把他用掉了 这个钱用得不当 所以 他来 建政 所以 他这个心 是为人民 做项的 这个善就大了 如果朝廷要采拿了 那你的善就更大了 虽然没有采拿 你的心 已经是为国为民 这个善大 这底下总结 孤 至在天下国家 这善虽少而大 苟在一身 虽多也小 如果你只顾着 你自己个人 你家庭的利益 你做的再多 做的再大 他也是小人 这个道理 还是佛法里面所说的 竟随心转 所以 我们存心 一定要为众生 你为众生 这个境界越广大 你的这个善的力量 越大 我念你 为这个深圳市 这个 善就很大了 深圳市居民 有四百多万 我今天在报纸上看到 如果包括 到这边来做生意 不是定居的 这些旅游的人 这些旅游的人 人口达到七百万 我们的存心 念念为七百万人的福利 作祥 这个善大了 可是如果你要是为整个广东神 作祥 为全国作祥 为全世界作祥 那这个善就更大了 但是 如果要比 法身菩萨呢 我们这么大的善 为整个世界人 作祥的善呢 还是办 还不是满 为什么呢 法身大事 其心动念 是净虚空变法界 不是唯一个世界 不是唯一个心系 我们讲太阳系 银河系 不是 那还小 法身菩萨 其心动念 是唯净虚空变法界 所以 人家的敌地之善 都不可思议 都无量无边 这个道理 四十真相 我们一定要懂得 怎样去学 古圣鲜血 祝福菩萨 修集大善 幕后这一段 讲到难易 何为难易 说到这一条 廖凡先生 先引用 儒家 讲存阳的功夫 先如未克己 需从难克处克将去 父子论为人 一跃先难 先要从难的下手 容易的自然 就都做到了 所以他说 古时候 儒家 讲求克己的功夫 克服自己的烦恼稀奇 要从哪里做起 要从难克服的地方 克将去 比如我们一般人 有人 人贪财 爱财 有人 好色 探色 有人 好名 贪名 每一个人烦恼稀奇 不相同 怎样克服自己的稀奇 毛病 自己稀奇的哪一条 最重 比如我对财看的最重 贪财这个念头 烦恼稀奇 最重 我要从这一条下手 其他的都容易了 父子论为人 孔老父子 讲到为人 也说到 先难 那换一句话 如何能做到人 也必须从难的地方下功夫 难在哪里 难在你要想做一个人人 必须要把自私之利克服掉 自私之利难 有自私之利 人就没有了 人这个字 这个文字是个符号 你看看 这个符号是什么样子 他一边是个人 一边是个二 这是会议 叫我们从这个符号 体会议 这个意思 要做到自他不二 即所不欲 物始于人 这是人的意思 想到别人 立刻就想到自己 想到自己 立刻就想到别人 这叫做人 佛法里面讲 自他不二 自他是一 不是二 那么换一句话说 如果我们有私心 有自私之利 人 这个字就没有了 所以 菩萨称为人者 这在佛法里面 经论里面 佛常常称菩萨 称人者 人者是菩萨 没有自私之利 前面跟主要举个例子 《金刚经》上讲 无我相 无人相 无众生相 无受者相 这种人是人者 这个标准高 所以父子说 些难 克服自己 自私之利 这个念头难 要从这里下手 在佛法家 无我 要从无我相 这个地方下手 下面 廖凡先生举几个例子 当然这几个例子 还没有达到 父子论人的标准 这个标准太高了 那是圣人的标准 是佛菩萨的标准 不是凡人 那么现在把这个放下 我们先来看看凡人 比如江西书 江西有个书老先生 谁二年仅得之素修 代偿观影 而全人夫妇 这是有一对夫妇 很贫穷 大概欠了 这个国家的税收 没有办法 完拿税收 遇到 这个 疏劳先生 疏劳先生也不容易 他是个教书的 大概是个教司书的 年龄 得到学生一点素修 就是一点供养 不多 遇到 这个 这些苦难的人 没有办法 教父 这是这个罚款 我们以罚款来说 他通通把他代偿 报权 这一对夫妇 这个不容易 在有钱的人 做这个事情 不难 没有钱 两年辛辛苦苦 教书的收入 都帮助别人 那第二个故事呢 与 邯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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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先生 这张老先生 谁 十年所及之情 带完书银 而何人其子 他也是遇到 一对可怜的人 这一家可怜的人 把圣联的积蓄 统统拉出来 帮助人 晚安书银 成群 这一家人 借所谓 难学出 能学 这不是一般人 能做得到的 如正将警工 所以年老无子 不仁以幽女为妻 而还之灵 这是一个邻居 看到他年老无子 把他的女儿送给他做妻 女儿很年轻 他不仁心 把他送还 这难忍处 能忍也 故天将之福以后 凡有才有势 其力得介意 做好事容易 一而不为 事为自扑 所以自扑自弃 把这个 极善 极德 修福的机会 错过了 他不肯干 他干 太容易了 凭借 做福 艰难 难尔能为 是可贵 叫难能可贵 举的例子 都是非常贫穷 在社会上 没有财富 没有地位 你看 看到别人有极难 他能够不顾一切 把他的全部财富拿出来 就帮助别人 解决别人的困苦 难能可贵 所以 他们的果报 也厚 但是 我们要明了 他当时做这个事情的时候 只是知道 帮助解决别人的苦难 没有想到自己的果报 如果想到自己的果报 可能他就不干了 所以 这个八段文字 我们都聊 我们自己一定要晓得 自私自利 明文利 无欲六成 贪嗔迟慢 这十六个字 必须可负 这十六个字 不能克服 我们这一生 短握 握断得不干净 修善 善修得不圆满 总是一些 小善 半善 国报 虽然 在来世 因为 只有大善 满善 才能改变 自己的 业报 像 辽凡先生 他做的 他改变了命运 有很多人 修善 既得 依旧被命运所转 改不了命运 原因在此 他断窝 断得不干净 修善 修得不圆满 道理在此地 如果在学佛 学佛的目的是要开悟 是要求明心见心 是要求往生净土 那这十六个字 如果不把他克服 这十六个字 就造成 严重的障碍 不仅是明心见心 被他障碍 大车大悟 也被他障碍 不仅如是 连我们求往生 西方极乐世界 也被他障碍 我们不能不知 所以念佛的人多 往生的人少 原因在什么地方 我们就明白了 今天就讲到这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